根据海淀区教委去年发布的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新政策 自2019年起 在海淀区新登记 并取得房屋不动产权证书的住房 用于申请入学的 将不再对应一所学校 现在距离今年升学季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不少学校相继对此项政策 进行回应北京十一学校农月实验中学近日 北京十一学校农月实验中学 在其网站上发布通知 自2019年1月1日起 在海淀区新登记 并取得房屋不动产权证书的文龙家原业主 在初中入学时 将不再只对应北京十一学校农月实验中学一所学校 提醒各位业主周知据了解 该学校是由北京十一学校承办的一所高规格的初级中学 于2016年9月一日亮相 学校在课程建设 师资培养等方面 均继承了十一学校的领域 因而受到不少家长的认可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于新学校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于新学校小区配套招生宣传工作方案 也在相应小区广而告知方案指出 为落实海淀区的文件 要求稳妥推进单校划片和多校划片相结合的入学方式 特告知遇新花园小区 新康园小区业主 2019年起 在海淀区新购住房 不再对应一所学校 实施多校划片上帝实验学校 上帝董礼 上帝西礼居委会 以及上帝实验学校 也对业主发出通知 明确了相关政策 那么究竟什么是多校划片与通俗意义上的姚浩入学不同 在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政策中 多校划片非当对优质教育资源机会公平分配的一种方式 其实质和操作方式 是统钞两所及两所以上的学位资源 其中包括优质资源 根据个人需求和志愿 进行统一公平分配 据北京市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多校划片至少包含两层含义 一是保障片区内总学位的数量 确保每个孩子享有就进入学权力集片区内 每个士林孩子都能够入学 二是确保每个孩子入片区内优势资源的机会 均等确保每个孩子公平的就进入学 以及机会公平 市教委相关负责人 此前曾解释目前本市的多校划片一般分为两类 一类是用相关条件进行限定 比如户籍、居住地址等 另一类则是采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比如对某一日息后所够住房作出规定 多校划片不是新鲜事物大纲军 了解到除了海淀区之外 不少区也出台了类似规定 朝阳区此前规定 士林儿童少年父母或其他法令监护人 于2017年6月30日后取得的不动产权证书所 对应了实际居住地址 不再对应一所学校 士林儿童少年依据该实际居住地址登进入学 将参加所得片区的统筹分配 丰台区规定2017年9月1日起 逐步实行购置二手房的房主子女 通过多校划片派位方式入学 东城区去年发布政策明确 入学登记的实际居住房屋不动产权证书 为2018年6月30日后取得的家庭 自2018年起 该家庭士林儿童将通过电脑派位的方式 在东城区内多校划片安排入学 之后 该时间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 确定2019年1月1日 正式进入政策执行期石井山区则要求 在石井山区教育资源配置相对均衡的学区 针对有空于学位的公办热点学校 逐步探索多校划片入学方式监制 陈炎编辑张晓英刘成编辑刘伟力来源 教学大纲威胁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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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大纲威胁公号